很高興再一次來到我們當中 我們今天 要一起來思考 就是說我信耶穌 然後呢 這一段的經文 今天的經文羅馬書的第十章 十一到十七 我有用現代中的意願 我們再來讀一次好嗎 來請 聖經上說 信他的人不至於失望 這話是指著所有的人說的 因為沒有猶太人跟外邦人的區別 上帝是萬人的主 他要豐豐富富的 伺服給所有 呼求他的人 正像聖經所說 凡呼求主名的人 必定得救 可是 他們沒有信 怎麼呼求他呢 沒有聽 怎能信呢 沒有傳 怎能聽呢 沒有奉猜解 怎能傳呢 正像聖經所說 傳福利家的人 他們的腳中 多麼加美 然而 並不是 每一個人 都接受福音 以色彩 曾經說過 主啊 誰相信 我們 所傳的信息呢 可見 信是 從聽 而來的 而 聽是 從基督 的話語 來的 好我們先 一起來 祷告 主啊 謝謝你 在我們每一個人的 生命當中 你拆開 那個天使 來向 我們 說 以至於 我們能夠 讓你聽了 我們聽了以後 我們領受 在今天 我們在你面前 重新我們要來思考 求主你將一個 柔軟的心 一個能夠反省的心 放在我們當中 並且激動我們眾人 在我們領受這個福音以後 我們事事也將我們的生命 就給出去 我們也是 奉猜犬 然後到人的當中去宣揚 主你的福音呢 主謝謝你 在今天 用聖靈來呼喚我們 用聖靈來傳講 這個信息 對我們每一個人 說話 我們這樣祷告 奉告耶穌基督的名 Amen 感謝主 我們今天要從 這一段 話 這一段 神的話語裡面 我們來思考 我想在座 每一個人 坐在這裡的 應該就是 相信耶穌 有沒有Amen Amen Amen 我 身在基督教的家庭 所以小時候 我就覺得 我應該就是 相信耶穌的 然後就 這樣好像 我們台語 說坐 可以吃飯 他中的 就是 叫做恩典滿滿的 在基督教家庭 長大的孩子 感覺好像恩典滿滿 因為從小 父母就會帶你去 主日學 然後就在主日學長大 然後那些 聖經的故事 就有所能想 可是 好像在這個 生活裡面 就 快快樂樂 然後 也 很 很豐富 就是說 活動 也很多 然後在學校 應該 也該跟同學 在我們那個年代 跟同學 比起來 就好像 幸福多了 因為在 學校那個時候 男女 都 分班 那我讀的學校 私立學校 男女 還分部 男生跟女生 男生 婦女生 中間 隔了一條 小水溝 我們竟然把它 叫做愛河 一條小小的水溝而已 現在看那一條小水溝 我們回去說 以前覺得好像還蠻大的 現在更小了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竟然稱他做愛河 所以那個男生婦女生 不是多麼遙遠啊 然後偏偏 我的名字叫沈茉莉 對不對 所以我們每次過去 男生婦在那邊 要去做實驗 整隊走過去 就聽到有人 故意在那邊唱 好一朵 就是 會被捉弄這樣子 可是因為來到教會 不一樣 教會的團氣 男生女生 就很自由的交往 然後可以一起出去交流 所以同學也很羨慕 所以就從小就覺得 基督 這樣完全就這樣 可是當我到台北的時候 我一直聽你的 我不要說他是什麼牧師 他就是海外的華人牧師 哇那個時候 他是 司令的 長島教會 請他來陪練 我記得是在世貿那邊 我第一次聽到人家說 啊 為了大部分的信徒 都以為 相信耶穌以後 就要 全球 牧師這樣說你聽得懂 他的意思就是說 好像大部分的 長島會 他一說 真的是恰到我的心 因為我覺得我從小 我就是在基督教的家裡長大 我應該就是會上天堂了 就這樣 他說也不需要努力啊 差不多到高中 牧師就問你要不要 要不要什麼 監信禮 因為從小 爸爸就把你小到心裡 帶來 然後到長大 要唸高中的時候 就監信禮 那時候監信禮 不知道為什麼 就監信禮了 那種 到底有沒有再一次 把信仰整理啊 那因為 我的 家鄉是比較相像 所以 牧者常常在喚 所以呢 那一個整個那個信仰的追求 幾乎就都是在恩典中度過而已 自己就覺得在這當中 他不會思考到 我相信那是 然後呢 然後呢 我發現 蠻多 中招的朋友 大部分從小在 基督教講庭 就會碰到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難題 然後呢 然後不知道要怎麼樣追求 那因為 從小就恩典了 所以好像也不要去格外 格外來追求 但是我們看到今天的 聖經裡面 他 告訴我們 凡信他的人 必不至羞愧 必不至羞愧 代理叫更小 但是這一個好像 在 我們的成長過程當中 其實充滿了羞愧 充滿了更小 然後這一個 都沒有在我們的信仰當中 來得著 撲抹或者是滿足 所以今天我要帶各位弟兄姊妹 讓我們再從神的話語裡面 我們好像 哇原來 我信靠主 我真的是不自羞愧 而且不自失望 這個不自失望是 真真實實的要在你的生活當中 要在你的生活當中來彰顯 同樣的這一個 保羅在這裡說的 其實他經上說經上說大部分都東西 以赛 他說 凡信他的人必不至羞愧 然後凡求告主您的 舊必得救 舊必得救 我們來想說那個羞愧 還有失望 其實到現在我們仍然常常失望不是嗎 那一個羞愧更是 我覺得我小時候 真的是 常常會經歷這種羞愧 因為我人長得比較大隻 我們家有四個姊妹 然後大姊二姊三姊 我是 四姊 第四個女兒 所以已經生很多了 所以我常常說其實我的名字叫做 茉莉 我姊姊她們的名字都是 敬 安親的敬 我從小就一直想說 為什麼不是叫我敬莉 繼續連連下去啊 然後我媽媽安慰我 他說 因為你 出生的時候呢 他很喜歡 一個那個 我喜歡一個什麼日本的 他喜歡看日本的電影 有一個叫做 甘甜茉莉子 你認識 聽過 感謝主我從來沒有看過 到終於前一陣子 在MOD看到 甘甜茉莉子演的 我就趕快 看 然後回去跟我媽媽說 媽 我看到那個領主角 可是我搞不清楚 裡面哪一個是他 黑白的地 然後我有照相 我說哪一個 喔原來 然後Google也很方便 甘甜茉莉子 所以你叫茉莉 可是我後來想一想 因為我後來講到 我看到其他的人的名字 如果一直很多女生 像我同學有一個叫做 書館 他館就是完畢的館 他也同樣很多姐姐 然後就 媽媽幸好你 其實我的名字 他應該是要叫我什麼 酒帝啊 還是什麼啦 就意思就是不要再生女生了 然後因為有新竹 所以就把我取一個比較紋雅的 不要繼續連裝下去 但是我剛剛講到會羞困 為什麼 因為我有一個很漂亮的三姐 我的三姐 不像我長得這麼粗之大焰 所以他很秀氣 然後剛剛 鼻子也很挺 所以他小時候 大家都叫他 你就可以想像 然後他一個 很羞 很討厭就是鼻子太挺 我們是 他不得把一直這樣一直捏 他常常在捏他的鼻根這樣 那我三姐 三眼皮 我們都是雙眼皮而已 眼皮就是很明顯 很像 外國小孩 從小就很可愛 然後像蘋果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Ling 小名 叫Ling 所以從小 所以每次大家就 Ling 然後 就都忘記我了這樣子 這場情形真的是 一輩子追隨著我 然後從小 大家都捧著他 然後他從小的相片 我大姐拿去搬上別人就 就很想買 這種誇張的程度 到了我唸大學了 我三姐我們都在北部 然後他剛好 他還沒畢業我就三一 結果 我就 新鮮人去到台北 姐姐要照顧我啊 結果姐姐叫 我們約在那裡 然後就去新公園 然後就有那時候 四星都需要拍照 對不對 他就說同學 你可以當我們的模特兒嗎 好那我們去哪裡拍 因為我姐唸新聞系的 所以被這樣拍他 他們同學都是會找 所以就忘記我這個人了 我就從後面趕快說 那我也趕快跟去 真的是好像一隻 醜小鴨 一直醜小鴨 然後 他也去 當選 什麼星辰小姐啊 就是去 然後拍播什麼 黑修 你們都不用想 那都很久以前的事了 幸好 因為他高度不夠 不像我這麼高 他幸好就剛好一百六十公分 所以他就一直沒有在上面 就是第二名的星辰表小姐 因為第一名要比較高 然後 想當主播 可是都沒有就結婚了 那我從小會有一個羞愧 因為姐姐很會唸書 唸 台中女眾 然後 從小有一個羞愧 每次人家看了他 就會說 你怎麼這麼大張 在鄉下 被人說 這麼大張 就好像是踩在門口而已 那一張 那個龍眼樹 現在我們比較會調侃自己 可是當你要被肯定的時候 你要是常常 就會 每次 因為我家開西藥房 所以 就一定就會看到很多來來去去的人 所以人家就會 那是令和的小鴨 就是這樣子 沒有自己 感謝主我到長大以後 我自己從信仰裡面 我拿掉那一個羞愧 拿掉那一個失望 我要講的就是說 即便 我們是在這樣子的一個信仰當中的恩典 我想 對於每一個人來講 你的生命當中 真的還要更實際的來依靠神 然後來拿掉那個失望的羞愧 然後當我們在神的話語裡面 我們清清楚楚的知道說 我依靠神 我不是失望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後來我就覺得說 哎呀我真的很棒啊 我不要那麼拘泥啊 我出去 我隨便穿我就很高興 但是我三姐就要在那邊 哎呀 因為 很怕 很怕人就看到 啊 你怎麼變成安樂呢 哈哈哈哈 可是感謝主耶 但我 我們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 當我回去竟然有人說 我很像他 我就 可見我是 越來越漂亮 還是說他越來越醜了 好像我 但是 我是覺得 感謝主 真的感謝主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不管你什麼時候相信主 但是你如果 更 更早一點的話 我其實我的內心 真的是有一點跟神說 哎呀 神啊我真的是 尋求你 太晚了 我要是早知道說 我努力 依靠主 不要 只是在一直聽別人講 我一定 那個內心裡面 但是現在 因著這樣子 也幫助很多人 對不對 神在我們身上所放下 那我們看到 這一個神要 厚待你 因為眾人同有一位主 猶太人和西利尼人 就是希臘人啊 猶太人就是 原本神 要給他的 就是他們的神 他們的主 然後現在這一個 在旧約時代 他只是猶太人的上帝 已經進入到新約時代 透過保羅 已經向著全世界了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靠著耶穌基督 然後要得到這一切的豐盛 哇這真的是太棒了 我們怎麼知道要有這些豐盛呢 就要從神的話 所以 信耶穌 還不夠 你跟你的弟說 信耶穌還不夠 信耶穌還不夠 對 對 對 光信耶穌還不夠 光信耶穌還不夠 對 光信耶穌還不夠 他說呼求主名的人 就會得救 呼求主名 那這裡有多凡求告主名的 都會得救 求告 好像 有時候就是有什麼 才會去求 才會去告 但是你要是平常就常常說 主耶穌啊 主耶穌啊 我覺得 因為有一派叫做孤寒派 對不對 我們都叫孤寒派 不過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碰過這樣子 同樣就是 我剛剛在講的那樣子的 中派的弟兄姊妹 我曾經 有這樣的朋友 也可以說我的工作環境 我之前有在基督教的延閉 在那裡工作 六年 跟我先生 在那裡我看到全台灣 因為那不是章打會的營地 所以我看到全台灣 除了章打會營地 章打會是我最熟悉的 章打會的人 不會去使用那一個場地 因為 覺得 太不舒適了 然後我們期待了 包括校園團契 然後還有衛國的拆會 申嵐拆會 林英企拆會 那是我工作的地方是協同會 他們還有 還有國外的宣教師啊 所以我的主任就是國外的宣教師 會說台灣話的 所以你會覺得說 郭先生 你 長老會聽到的那一宣教師 現在還有人是像這樣 所以在這當中 我碰過那個 比較熱 熱誠 小眾的 這一種 教派的基督徒 不去食用那個名利 他光吃飯 就可以 吃很久 剛開始打發就 主耶穌 就輪流 然後我心裡就覺得 媽 怎麼同樣一個主 有人這麼不厭其煩 不能講不厭其煩 就是這麼甜蜜 然後更可 更可愛的 隔天早上 我要去預備早餐了 看到一個媽媽 帶著他的 baby 就像剛剛那個可欣可欺那麼小而已 媽媽叫那個小朋友說 你要呼喊主耶穌的名字 這樣吃一頓飯 就要十分鐘才拍動 但是 我覺得你也可以食場補球吧 對不對 就是說 這個性 在你的生命裡面 要怎麼樣 free一點 張法會很多人都 他的 他現在神 他的神 就是舉不起來啦 但是是年輕人 就是壯年人 那我想說他都很憂鬆 那舉不起來 可是你每次看到了 在足球賽 你會不會 喔喔喔 對不對 都有手舉起來的嘛 喔 弟兄姊妹 所以我是怎麼舉過 我想說 我如果看到我喜歡的事情 或者是看到 你喜歡的明星 你一定呼喊嘛 哇 怎麼辦 那就這樣子就很自然嘛 你都可以為了 世界上的明星 這樣呼喊 這樣舉手 那你何妨 我們敬拜什麼 那我舉手啊 慢慢 慢慢 所以這個就是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怎麼樣 讓他們這個信仰喔 不是在那個儀文裡面 在那個規條當中 從小在長老會長大會很喜歡把這個規條 把它打破 因為從小進到教會就 噓 賣公文 這個小朋友特別挑筆 常常跑到上面來喔 玩什麼奉獻戴什麼的 就會被 長老啊 知識罵 所以很多人 從小在教會 從小在教會就怎麼樣 小孩子的時候就受傷了 到現在 我自己成為傳道 成為牧師以後 其實我在教會 甚至到現在 我還看到很多 已經 老了 50多歲了 還是小孩子 因為他就只有 小兒實力 然後在小時候 因為爬樹 被罵 然後就受傷了 或者是因為來教會 可能是參加團契 有什麼樣的剛好不是很好的規矩 然後就被罵了 所以我們盡量對我們的小朋友 好不好 讓他們不要受傷 然後怎麼用愛 然後怎麼用在主耶穌基督裡面 我們一起來得到這個 瘋瘋瘋瘋瘋 再來我們說 還呼求主名的 這個主喔 你看 保羅他真的是 就是一個有智慧 不只是有智慧 是有學識的 他特別用這一個主 他在 希伯來文 在這裡是耶和華 然後外方人用他來稱為皇帝 所以他在這裡就是宣告耶穌 就是那個耶和華 就是那個皇帝 那我們來想想看 如果 在你的生命當中 你的皇帝 你的主是誰 羅馬書10章9節說 你若口裡宣認 你若口裡宣認 耶穌為主 你就會等救 我們都知道 你是主啊 主啊 我們常常說 耶穌你就是主 但是這個主 你有沒有想到 他是多大 他到底 主宰了你生命的哪一部分 或者是 反一步來想 你 把耶穌當主嗎 常常我們來講 舊皇帝 剛才說這個主在希臘語就是皇帝啊 的意思 那 舊皇帝 你那個皇帝 你說什麼 我啊 所以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其實我們的生活裡面 主通常是誰 老子 呵呵呵 對不對 都是自己耶 所以給我們很大的思想 基督徒啊 當你遇到事情的時候 你的主是誰 那個主要的 決定主權 你要怎麼樣 你是先打到神說 主啊你看啊 我現在遇到這些事情了 求你來帶領我 還是你馬上打電話 看看誰是第一個 可以有辦法的人 曾經有一個全家都是阿公也都是基督徒的 弟兄姊妹 年輕的 他年輕的夫妻 先生出了意外 腦已經就是有血塊弄了 所以 本來很活活亂跳的先生 就變成 躺在家戶病房 他太太很難過 他問我說 牧師 我可以不可以把聖經放在他的床頭 床頭 弟兄姊妹 把聖經放在他的床頭好不好 好 不錯啦 對不對 一個提醒 對啊 牧師通常在問 問題目的時候 可以給你很多的思想 因為這一個弟兄 好久沒有來教會 他只有在禮拜六來教會 就是有團氣的時候 他禮拜天 不然說禮拜 他覺得他禮拜六有來教會就好了 弟兄姊妹 你是不是來到教會 與 與我們的主耶穌 失之交臂 就是跟他擦身而過 教會裡面 蠻多人在服事的 有時候服事的人會這樣子的一個忙碌 你負責照相 你負責什麼 但是 你可能就在這當中 變成 這個禮拜不能沒有我 但是我可以不要 可以不要那個 侍奉主 就這樣 那其實我告訴你 後來 那個 我說沒關係啦 你放 不過你如果能夠 讀裡面的話給你 先生聽是更好 對不對 或者是這個時候你用裡面的話為他祷告 但是都慌了 都慌了 都亂了 最後 我看到他好像也放了 那個懶毒聖經的 結果他跟我說 先生說叫我不要放 我心裡想 大概 因為我也生過病啊 我也曾經開刀具在裡面 那個時候如果疼痛是在 對罪痛的你 心裡怎麼樣 很煩躁 很軟弱的 那個時候我們的 肉 靈魂體 那個時候那個體是怎麼樣 痛的 魂怎麼樣 魂就被照出來在那邊很想 娃娃叫 情緒很不好 那個時候 靈是什麼 最小的 但是你在平常 你要是沒有把這個靈魂體 這個靈 把它養的怎麼 有生命 在那個時候這個靈好像要死掉 一樣 一樣 最後 我就 拿了一個木頭的十字架 我就去說 你看這十字架 主耶穌 來給你 戴著 他說好 對啊 就這樣慢慢的 慢慢的 要不然你會發現 你平常 要是沒有跟主親親親 在你最危急的時候 或者是已經失去之境 不要再教我 現在做人很難 講老像 三天 三天的我 就是說 怎麼講那個那麼遙遠的事情 因為平常跟主不熟 我只知道 我是耶穌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想想看 到底在我們的生命 在我們的生活 在我們的工作 裡面 遇到事情 流行 流行 讓我們好像挫折了 在那個時候 誰在當主 還呼求主名的 就必得救 要把這句話把它 記下來 因為這個是什麼 應許 應許 那你是可以呼求主名的 因為我相信耶穌 所以當我遇到事情的時候 就要呼求祂 因為這樣就要得救了 就這麼簡單 但是我們平常 太多事情了 沒有在這部分操練 要常常操練 尤其當你早上一起來的時候 你開始來呼求 然後開始來交通 一睜開眼睛 主耶穌我感謝讚美你 賞識我新的一天 阿爸父啊 今天帶領我走 親愛的聖女 謝謝你要陪伴我 就這樣子簡單 我們一整天裡面 急或我們忘記主了 請問主會不會忘記我們 不會 富人也能忘記自己 吃奶的小孩 急或忘記了我們的主 祂還是不忘記 祂還是不忘記我們 所以這是 美好的奴彼 第二點我們要來看到 我們信主的過程 好 這裡說 這個我覺得 保羅他是很有邏輯 用那個倒數 就是說 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 對不對 你要是沒有信 你怎麼求耶穌 你怎麼求耶穌啊 然後 那個還沒有信的人 如果沒有人跟他 未曾聽見他 怎麼能信呢 沒有聽見福音 怎麼能夠信呢 福音又怎麼樣 沒有傳到的 沒有傳福音的人 怎麼有人會聽見呢 然後 若是沒有差遣 怎麼有人可以出去傳福音呢 哇所以這個十五 再接下來就是 如今上所記 報福音傳喜信的人 他們的教宗 何等美 所以我們看看我們信主的過程 就是有人 奉差遣 從後面擋著 就是有人奉差遣願意來傳 主的福音 再來就是 就聽到了 因為在傳就聽到了 聽到了以後呢 相信 因為我們怎麼樣心裡相信 口裡承認 耶穌就成為你的救主了 然後最後呢 最後就是 有 相信的人 呼求主的名 然後就會等著救 所以這樣子 一關一關 所以我們已經 相信了 然後我們等著救了以後 我們就要進入到什麼 進入到奉差遣 最後 對不對 可以去宣傳 有沒有 如果你是從山 有相信的人就得救了 你就是那個得救的人 然後你是不是就要 就要去 去怎麼樣 把這個信 把它活出來 在你的生命當中 然後 讓人家一看到說 這個人不一樣 因為他信耶穌 如果 信耶穌是這麼好的 一件事情的話 請問 我們的生命 展現出來 我們的行為 我們的生活 會不會有影響 會不會 一定要有的 要不然的話 這個信耶穌好像 沒有什麼改變 對不對 一定會有不一樣的 尤其那個 第一代 我們中間有沒有 第一代的基督徒 就是你來 就是你 哇 感謝主放下 你們有沒有覺得 當你信主了以後 都是那個不太一樣的 有沒有 不一樣對不對 有時候是會很多征戰 那好像也有很多甜美 對不對 很多甘甜 然後在這當中 繼續下去 大家會覺得說 我看的好像跟以前 不太一樣 這個就是 要讓那個 耶穌基督的生命 在我們的當中 然後就會有影響力 出來 所以那個見證 見證就是 要見證給非基督徒 我們通常 見證都是 見證給弟兄姊妹 然後 我們的主 感謝讚美 你配了讚美 在裡面自喊 其實那個見證 要見證給不認識族的人 一看到你 喔 原來信耶穌這麼好啊 那我也要來試試看 就是這樣 然後呢 就再來 就奉差遣了 他就可以傳福音了 其實當信主就可以傳福音了 阿嫩嗎 阿嫩 他今天信主 因為 他已經相信了 呼求主了 然後從神的話語裡面 得非常幫助了 我今天來到這裡 我真的很高興喔 因為 上禮拜 我們教會才當洗禮喔 然後 這個整個洗禮 結出了一個果子 是從永福教會來的 上禮拜洗禮當中 一位姐妹 許妙心姐妹 許妙心姐妹 你們熟嗎 她就是 正媚的妹妹 感謝贊禮主 妹妹喔 她真的是很棒喔 這個妹妹 她把肝 給爸爸 因為爸爸之前 就是正媚 帶領爸爸信主 因為爸爸 許親弟兄 是住在 在陸港 所以在這個當中 我到陸港 剛好就 他們在 換桿的那時候 可是正媚她 那時候爸爸 還沒有洗禮的時候 她就 她就一直帶 永福教會啦 就是你們用這個 愛包圍 因為妹妹寫了一篇 很長很長的 愛的種子 然後 給我看 那我就 看到說 你看 就從正媚 然後在永福教會 然後就一直去關懷那個爸爸 爸爸就覺得說 哎呀這個基督教怎麼這麼有愛心啊 然後就在那個 上帝的愛裡面 他後來他決定 他決定 爸爸也決定要受洗 所以 那個正媚就帶他 去到陸港 因為爸爸在陸港 就在那裡洗禮了以後 但是 後來爸爸雖然也跟妹妹換肝了 還是走了 對不對 不過 在那當中 我有去看 我問他說 那你感覺怎麼樣 他 他就 他就 有把他的心裡面的意思 跟我說 我就覺得他的信仰 我說是不是就像這一段 那個格林多 格林多那邊的 他就說 不論你是生是死 是高處的 是低處的 是什麼都沒有辦法 把我跟神的愛 是赤身肉體嗎 是疾惡嗎 是疾病嗎 都沒有把我 沒有辦法把我跟神的愛隔絕 所以他知道 他雖然 倚靠神 而且經歷他女兒 還願意把肝給他 但是在這個 這個過程當中 肉體 已經衰敗了 但是他內心裡面 真真實實的 就被神的愛 那因著這樣子 妹妹 感動 好像 不要跟著爸爸信 所以他自己反省 好像是為了爸爸要去洗禮 但是後來怎麼樣 他找到說 這個上帝真的是要成為我的上帝 所以不是因為爸爸 不是為了完成 爸爸的遺願來受洗 是他自己 被神 好那這個妹妹 還沒洗禮之前 他就常常 因為教他禱告 叫他要大量讀經 所以他就都很聽話 都照這樣做 然後就開始 他每次來他就 生活一直改變 然後他也帶他的朋友 開始傳福音了 他朋友遇到困難的時候 帶來牧師說 我們一起為他禱告 怎麼為他禱告 然後再來他自己 想說我覺得我實在是不配 但是我還是 用穆斯林教我的 這樣子的來為他的朋友 禱告 他說每一次 都經歷那個好奇妙 改變了 就看到事情改變了 弟兄姊妹 所以當我們領受 福音好處以後 我們就要把他洗出來 就要把他給出來 讓我們的生命 就可以活絡 那但是我們看這一段的經文當中 到最後保羅 十六節說 只是人 沒有都 聽從福音 只是人 沒有都聽從福音 在那個中 中現在中文 一本怎麼說 他說 來我們一起念 括號那個 好不好來 然而 並不是 每一個人 都接受福音 確實 有時候我們去傳福音 好像 人不一定接受 人不一定接受 因為人 不聽 不聽從 但是 在我們也會來 思想一下 在我們這一個整個信仰團 團體裡面 有大家都 聽從嗎 這個聽 聽從福音 他台語叫做什麼 順叹 順叹 後音是什麼 福音就是好消息 就是主耶穌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在講什麼 要來順叹 服從 順服 主耶穌 我們很喜歡燈點 我也喜歡救贖 但是我不喜歡被 違反 對不對 那個順叹 就是要順服 那所以 那個 這個也是說 主啊 誰相信我們所傳的信息呢 我們所傳的 有誰要聽呢 我想這是對教會 尤其是牧者 還有長子的心聲 對不對 我們所傳的有誰要聽呢 那其實這裡在告訴我們說 人的心 人的心 其實人的心是最重要的 如果那個心裡面有太多蒙蔽 那就沒有辦法來順叹 就沒有辦法來服從 那怎麼聽 怎麼樣 都聽不進去 那一顆心 如果是像石頭 是死心的話 實在是怎麼樣 怎麼樣講也沒有辦法在上面讓他可以有感受 所以求主憐憫我們 求主憐憫我們 我們要保守我們的心 勝過保守我們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發出 所以 第三個只是沒有人都聽從福音 讓我們看到說神給我們很寶貴的自由意志 其實我們只要常常跟我的心說 我的心啊 你要讚美約和華 我的心啊 你也可以跟你的心說話 時常 那個就是一個怎麼樣 一個反省嗎 一個省思嘛 一個省思嘛 那我到底是要怎麼樣做 常常這樣子對自己的心說話 大衛就常常對自己的心說話 大衛常常要叫他的心怎麼樣 要讚美神 要讚美神 所以我們來想一想 接受聽從 就是聽而順從 順服 所以我們來想想看 關於福音 關於福音的主講 耶穌基督 我們常常聽 我聽 我聽主的聲音 主的聲音 在哪裡呢 在 在聖經裡面 對不對 主的聲音在聖經裡面是最多的 然後再來就是 當我們看到我們的弟兄姊妹 他們的生命當中 的那個果子 然後那個也是一個聽 然後再來就是 主樂的信息啊 主樂的信息 每一次你很 在那邊求的時候 主他就會跟你說 主 深知道嗎 我們深知道這位耶穌基督 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當中 都有特別想要告訴我們的嗎 再來我們 再來思考 我信耶穌 然後呢 我怎麼信的 就像正美 傳給爸爸 妹妹 信的 我相信他前面是有人傳給他 對不對 誰 誰傳給我 然後再 這個我怎麼信的 多寶貴啊 多麼奇妙啊 再來 我要怎麼傳 如果我只有信 沒有傳 我告訴你這樣子 基督徒的生命 是一個 頭重 腳輕的生命 頭重 腳輕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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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不頭痛 腦子裡面全部只有眼睛的姿勢 把它用出來 傳出來 看到人 你就可以為他祝福啊 看到人 你也可以就簡單的來傳福音 保險公司的人來找你 你也可以跟他講 有時候不直接講福音的話 我們可以講以色列人的見證啊 國旗 可一日而生 但是1948年這個以色列 這個國家 一天就生出來了 然後他們的六日戰爭 贖罪日的戰爭 是怎麼樣的 是神的恩典 都是神奇奇事啊 這 小那個文獻的什麼 新聞事件 包括很多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看 前幾年開始 大整個全世界 幾乎 就都注意到這個 以色列這個國家 敬畏上帝的國家 雖然他們還硬著心 沒有接受密賽 但是他還是我們的兄長啊 所以我們在這個 跟人的接觸的當中 我們很自然的 我信也說 然後我可以 我還可以為你呼求神啊 神一定聽你的禱告的 阿恩嗎 對 我看到那個妙心姐妹 他 常常他說他用力 他早上起來 第一件事情 大量讀金管 以後要去上班了 就在騎機車的當中 都為他的 就是要禱告的事情 蠻好的對不對 然後晚上 有一個玩倒的群組 然後就很累就睡覺 以至於他覺得 他的生活真的是很充實 然後好像 事半功倍 這樣好不好 很好 感謝主 願我們每一個 弟兄姊妹 我們的生命 我信耶穌 然後 我在這個 成聖的過程當中 我能夠成為一個 傳揚耶穌基督的人 然後把耶穌基督在我身上 所有的 那樣子的旨意 神在我身上的旨意 我把它醒出來 以至於 我是可以奉猜遣 可以被猜遣的人 去宣揚 神的福音 我們一起來 祷告 阿爸父神 我們感謝 在每一名 因之 祢使用我們 每一個人 不是在這個時候呢 主啊 謝謝祢 在以前 就呼召我們 就愛我們 讓我們能夠 靠著主耶穌 能夠得到 神祢的愛 在我們的當中 主啊 這愛高於 一切 這愛讓我們心中 沒有恐懼 主他信靠主的人 不致失望 主我們呼求祢的名 我們就得救了 主啊 這得救的生命 要產生一個影響力 主啊 這個得救的生命 就要在世人的面前 要來見證 神祢自己的榮耀 主啊 這得救 就是一個光明 主帶領我們 拆解我們每一個 弟兄姊妹 進入到 黑暗當中 在這個世界當中 我們就是那個名光 因為我們是屬於祢的 謝謝祢 主啊呼召我們 讓我們更愛祢 讓我們也愛主祢所愛的 這樣祷告 奉靠耶穌基督的名 Amen 祢祢祢 仙上當作過激 處處身間 最終別犀利 我和你總之操縫我 使我花旗 充滿我的能力 高舉雙手 讚美你握住 全心全能 都歸你耶穌 一生意義 懷恕榮耀的呼召 勇敢地 象征表彈翅膀 恩賢耶穌 愛我的主 我愛你耶穌 跟隨耶穌 愛我的主 我愛你耶穌 高舉雙手 讚美你握住 全心全能 都歸你耶穌 一生意義 握住榮耀的呼召 勇敢地 象征表彈翅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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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征表彈翅膀